大家好,我是彭子 今天又出来跑公里了 今天来的是空港 在空港内项目转了圈 然后路过这 这是属于秦汉新城 但他和那个 空港这边隔了一个二三四线道 有好多网友朋友私信我说 彭子,听说你们西安那边要建一个势力滑雪场 咱今天路过这看一下 哎呀,东宫还比较快的 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看他现在道还没修好 哎呦,这边挡住了 这边是福音高速 前两个月我应该拍了一次 这和那个 过去应该这一块都属于咸样 看到这灰色的房子吗 这是万科金玉琴香 但是 听说现在他们也在维权 大家知道可能是房子清洗啊啥 大家网上能搜到咱就不多说了 看 这是计划员 室内滑雪场 也是 他说是 哎呀 比较大的 你看工人 看到工人 都在施工的 外里面啊啥 但听新闻说是年底就要投入实用 算是比较 说是地上七层 看到人了吧 他离远点 再到门口去给大家看一下 说是国内 说是国内比较大的 但不知道年类 现在因为失业中旬了 到年底不知道能能开吗 说室内室内室内 室内和室外一起动工着了 以后大家有的玩了 刚才走到来好像在开了个楼盘 计划员什么南府 很久没在来 改天在北边再去搓搓去 走 咱在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挨着 挨着万科金 吉祥和中天风月这边 希望年底 开始吧 大家过来玩一玩 不用以后到那个什么 南天啊 那边去了 这边在里面 之前这个项目我也来过 他是不是还有一期二期了 你看 他那个售炉布在这 真不知道这边还有个房子 就知道这一个滑雪场 哎呀也建了好久了 中铁的 都在加班加点外里面啊 啥都整个 改天好了 咱也继续玩一下 投资七八个亿了 7.5亿 上面那边就是 章鱼瑞拉城堡也在那边 但是咋说了 秦汉这个地方比较尴尬 跟开玩笑的自相跟朋友说 哎这边能多长时间发展起来 人家说哎估计没有个 七八年十年发生不起来 但是我没那么夸张 但是 也差不了多少 看灰色那边 万科金鱼提香 还有那个中天风月在那边 咱今天走不到那边去了 看着 大家感觉这边咋样 哎看到那个 瑞拉城堡一个楼顶看了吗 看着 还是比较宽都在加班加饼干 好了走了走了 该要我的帐去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好